接着我们来绘制坡物顶 首先我们来将侧立面的墙进行绘制 将视图切换到侧立面 然后线框显示 我们先来绘制墙体 240墙体的厚度 对它进行位置的摆放 添加一个材质 我们再来绘制里面的这一面墙 同样的挤出240 然后来摆对一下位置 摆对好了位置之后 我们来对它进行材质的添加 墙体绘制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来绘制屋檐 线框显示 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之后 再来挤出厚度 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圆来测量一下 用圆的半径也可以进行测量 1米4 我们直接挤出1米4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屋顶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最外面的屋檐 在绘制的时候因为有漏水槽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勾里面的这一圈外面的到时候走一个走线 让它形成一个漏水槽的位置 这个结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剖面图上找到 在这里 它会有一个漏水槽的位置 所以我们屋檐的勾线要按我刚刚示范的这样来勾选 解除 200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材质 屋檐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大的这个屋顶和屋檐 我们先进行勾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画1分之1 然后右边的因为有一部分画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镜像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中间的这个线段进行删除 然后复制一个出来 让它左右镜像 然后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将点进行一次焊接 这样做就比较标准 然后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然后进行位置的摆放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绘一下它的一个长度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圆圆的半径来进行测绘 20840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将位置摆放好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屋顶 再来绘制它的屋檐 同样的屋檐的绘制 我们也只用绘制里面这一圈就可以了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200 添加屋檐材质 在这里我们是先绘制了屋顶 我们再来绘制格楼层的小房间 在这里我们将格楼层的CAD 进行了释放 现在我们显示的是格楼层的CAD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CAD上 格楼层有一圈弧形的一个走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添加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在绘制的时候 如果几合体的线段太多 我们可以将几合体进行隐藏了之后再来绘制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将点进行焊接 save加g取消集合体的隐藏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100 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将我们的视图切换到我们的前视图 然后将我们的CAD进行一个蓝利面的释放 将北利面进行隐藏 然后来看一下位置的摆对 对它进行隐藏 位置保留好了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在这里它离我们的屋檐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的CAD进行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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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一个阳台版的材质 同样的 我们在这边也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来观察我们的CAD 切副加g 我们刚刚说过有漏水槽的位置 这里有漏水管 现在在漏水槽的位置有一圈走线 就像我们下面走的这一圈线一样 在这里我们先将这一圈走线进行绘制 再来最后建我们的屋顶的这个阁楼 做好了上一步之后 现在我们来绘制一下我们漏水槽的一个走线 首先我们来绘制它的剖面图 绘制好了剖面图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它的一个路径 路径的绘制如果我们直接在模型上进行绘制 模型上现在线段已经很多了 容易看不清楚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CAD 退回到二层平面 然后将阁楼层的平面进行一个隐藏 然后Shift加g隐藏几合体 现在我们直接在CAD上来进行一个路径的绘制 在绘制路径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CAD来看一下路径的一些走向 首先我们看 蓝力面 蓝力面的路径走向是墙体的位置都有走线 然后再来看北力面 北力面所有的墙体都有走线 然后再来看侧立面 在侧立面上因为有了屋檐 所以在这边没有走线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下绘制 看清楚了走线的路径之后 我们现在直接来进行走线的绘制 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过 它的有屋檐所以断开直接 这个地方要画上 然后是这边 画到1 2 的位置就可以了 现在路径已经绘制完成了 绘制完成之后 我们Shift加G可以将我们的集合体 进行一个取消隐藏 路径绘制好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说过 它有一圈弧形的走线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这个弧形的走线 附加到我们刚刚绘制好的路径上 我们可以选中两块板 将它们进入修改面板 然后选择可编辑 让条线选择线段 对线段进行一个拷贝的分离 Shift加G 隐藏一下 现在我们将这个线段直接附加到我们走好的路径上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复制一根线段出来 放在相应的位置上 Shift加G 将它们摆放到同一水平位置上 然后对它们进行一个附加 附加好之后 我们要对线段进行一些调整 要对线段进行一些修剪 在这里 进入线段的命令 一样条线 然后对它进行修剪 这边同样的 修剪好了之后 我们的路径就已经基本绘制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点进行一次探接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剖面的视区 Shift加G Swift扫描一下 选择自定义图形 在这里 所呈现出来的形状是不对的 我们要切换一下它的一个 轴的一个对称 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它点的位置 再来 这样就已经好了 将它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 这边的点有一些短 我们可以将它移过来一点 漏水槽的位置就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只需要再调整一下 它的一些接缝的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选中屋檐 对它们进行一些点的调整 这里同样的调整一下 这里同样的调整一下 这样我们漏水槽的位置就已经建好了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可以直接写屋檐 或是刚刚我们写过的白色的外墙涂料都可以 我们先试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